歡迎回到 XRX 的頻道 我是Joey 為何我會拍這段影片呢 大家看好標題 我買了一部 Macan 其實這段影片一如以往 我是沒有準備稿 所以大家陪我一齊出去 說說為何我會買了 Macan 正常我駕駛這些改裝車 尤其是調整了這些車 我會等它煲一煲 燒一燒 水溫 油溫都有些 我才開車 在我等這輛車有溫度的時候 我想通知大家 未來我們應該會開支援 暫時我們會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最入門級的 第二個是正常級別 第三個是瘋狂線級別 甚麼是瘋狂線級別呢 即是我們會有一個很高的價錢 但你得到的是很少很少 或者可能會有多些發言權 我不知道 我們未想到 我自己未想到 因為我和Oscar 籌備 這件事其實沒有Richard 事 因為如果有訂閱的時候 是會對我們這個頻道的運作比方便一點 我們玩耍的東西可以多一點 即是我們是這樣的想法 有溫度 開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直角的窄彎是要扭兩手的 因為 EVO 輪廓是垃圾都不能穿垃圾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試過駕駛我甚麼車輪的輪廓是很差的 我駕駛的最差應該是麥拿蘭 又是 EVO 還有另外有一點驅使我去辦訂閱 原因可能會在之後的影片裏再說 現在先說回正題為何我會買了 Macan 其實我玩車一向都不跟 Richard Richard 是他喜歡玩甚麼覺得有收藏價值就玩 他覺得沒有收藏價值的車他寧願不買 譬如 GVRS 即是那時試駕駛1.2 GVRS GVRS 是一部豪車 但他覺得沒有收藏價值和不覺得會持有價值的話 就不會買的 但我是不同的 我就是如果那部車可以是一個正常價格 即是一個低賣價 我就會買來玩 所以那時我才買一部Mecan GTS 因為我買的價值非常合理 但為何我會有買了他的想頭名聲 因為第一 車真的有點悶 其實這部車是很好駕駛的 我覺得這部車如果要買一部SUV的時候 基本上是只有他的選擇 但我自己其實不太需要一部SUV 我只是想體驗一下擁有SUV的感覺 所以才會買這部車 因為現在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不想吵到別人 所以不會爆發給大家看 所以我一向都不覺得Mecan 是一部會留在我的家庭很久的車 即是它一部日常就是這樣 但它帶不到任何興奮的感覺給我 而我是很需要駕駛車之後 可能8點多 9點 我上班 我需要一部震奮的車是令我想上班的 很遺憾地Mecan是帶不到這東西給我 所以我就決定買了它 還有其實一開始我不是真的太想賣這部車的 所以當時我飆的價格還是飆高了 因為始終我也扔了不少簽 原來Calfield保養這部車 但在我留意香港的市場如何換車 即是這一兩年如何換車之後 我就決定快點放掉它 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呢 是因為我發現香港人真的很喜歡電車 我不是十分之理解到的 你可以說節省一些有錢 但你會令到電費繼續上升 我只可以這樣說 而且這不是真的環保 雖然這不是環保 但電車不是真的特別環保 看到香港人對於電車的喜愛之後 我覺得這些大CC的油車的市場會越來越小 而我之前也提及過 雖然到這一刻我拍這段影片時 都未宣布 但我還是覺得當出了EV的時候 油的Mecan會再跌得更加強勁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在這一刻 他宣布EV Mecan之前 我都不買油的Mecan的時候 到時我就會更難賣 幸好我一個不用洩很多錢的價格買了 很多人都說你駕駛了很短的 一年都不夠 其實當我買的時候 我是駕駛了8個月的實際上來說 譬如YouTube的時間 我們沒有空拍片 有延遲就沒有正常 其實實際上 8個月這段時間我駕駛了12,000公里 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但對於圍內玩車這班人 12,000公里 其實算是很多了 所以其實我駕駛了這部車很純熟 我自己覺得我 我不會說我發揮了這部車 但我覺得我可以在我能力範圍之下 很猶人有餘地用到它 的情況我已經體驗夠了 所以我不要是忍痛的 它不是我的寶寶 它是一部車 所以我們也沒有空拍一段 Mecan Drive Review 或是你想看的話可以看看 Mecan Turbo那一段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內容 這部車其實是真的很全圍的 要聲有聲 即是GTS系統 有PSE的話 要聲是有聲 力水是一定有的 空間一定夠 背震我不是覺得 如果以車人來說不是那麼舒服 但以一部SUV用來飛 如果再硬一點 車會再吃一點 但你會很不舒服 但如果再軟一點 就有很多身體 我覺得我都算是剛剛好 另外有一項改裝 我中間沒有說過 我覺得是必須要做的改裝 就是更新波子的廠路 因為我那部是更新了波箱電腦 整部車其實 首先它轉波會快了 我感覺上是快了 而且在自動模式 即自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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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場駕駛時 它的轉數肯定會保持很多 即是不會像以前 例如我輕輕地踏油門 停車場駕駛10-20公里 它無緣無故幫我上升到2波 上升到3波 然後3波就跌到2波 轉來轉去 它沒有這種暗糕的行為 我覺得我未試過 但我覺得Canva有少許像 你那些080-09年GT-R R 35 需要更新到14年波箱電腦 我覺得這是必須要做的 如果你擔心 Mecan的波箱電腦 在我所知 其實香港不記得很多店鋪 有做這個服務 因為連香港波子的服務中 都不會幫你做這些 我朋友開了一部G3 我之前打算跟他說 換一換油吧 即是正常不是一個換油 我換一換油 順便幫我用原廠電腦 因為原廠電腦才可以升級 原廠電腦去改善波箱電腦 但服務中的方法 其實他們不會幫你做的 我不知為何 可能香港本身沒有檢查 香港駕波子對於飛車的要求 是比較低一點 我不知道 但外國是有這個服務的 如果你有波子對這個服務有興趣 你可以打電話給你 我便介紹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真的非常好入軌 經常有甚麼Stage 1 和Stage 2 的調調 即是你這輛車是快了 但它的波箱都是紅狗狗的 我只是接受不到 這件事我覺得是必須要做的 之後另外一輛車 即是我不可以以MECAN來計算 其實這八角魚真的很爽 我看見之前不是十步波那次 打風塌樹 我可以完全不用用路 我已經滾過樹枝 例如我要去一些很山卡拉的地方 要爬山 即是不要爬山 很矮的坡 有些很多Pothole的路 鄉村路 是很爽的 你不用用路 我駕駛 即是不要說是很反衝過 你不用理不怕刮底 這件事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其實賣物CAN 的原因已經說完了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適當時放了它 而我不會輸太多錢 我可以說繼續玩下一輛車 是有下一輛車的 我亦都在密切 看看將來哪一段影片會出現它的身影 那MECAN的題目就結束了 就說一說Subscription 為何我們會決定有這個Subscription 即是這個Idea 其實是我和Oscar名身出來的 Richard 也會贊成 因為當時推出了Tracer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推出了Tracer 在Tracer那段影片 我們發覺 我不知道大家是用了甚麼想法 用了甚麼目光去看我們的影片 其實我們的影片 一直都不是為了拍廣告 而為了去穿越大家 我們只不過是我們玩車 或是我們做一些私人的 或是我們開心的活動 即是可以走開去吃一個Pepper lunch 其實應該是一個短短的可以走開去的世界 我完全不明白為何我和Richard 每人夾幾匹東西買一部車 好像你們小時候每人夾幾十元 去買一個沙灘波一樣 那你沙灘波也是拿來踢的 那你追蹤也是拿來玩的 亦都是因為大家的不同意見 以及大家的 dislike 所以那段影片的感覺都很少 亦都影響了我們之後幾段影片的Hit Rate 其實感覺是會受你們like和dislike的影響 如果大家喜歡我推出這段影片 可以試試按多點like 你看到這裡的話 按多點like 看看這個演算法可否有多些感覺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試一試這件事 因為我也沒有很公表地叫大家去這件事 因為我們本身不在乎 但我也想試試看甚麼效果 既然大家對於我們喜歡做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開一個會員頻道 你們真的有興趣 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你們就好看 我也想澄清一下 Tracer 其實我是有合適的 我跟它是半半的 那部車也不是十萬元 只不過我們每人夾了差不多十萬元的 portion 所以就是為何十萬元可以買到一部車 如果我們好像大家所說 不愛車不捨車 便宜車就不理會 我們是不會這樣對一部Tracer 為何會這樣對一部Tracer 我們沒有拍給大家看 但以一部車買回來 馬上需要收拾的錢來說 Tracer 是一部 我覺得佔它的車價來說 比重是非常之高的車 那時車回來 我出去飛了一轉 我發現車是有點失火的 我給了半油再給大油 車是突然停止油 一聲 我會馬上進入奧斯卡浦做調查 看看有甚麼問題 試了水 汗風複引擎沒有 gas leak 然後再換上所有的火嘴 所有的油 所有的尾瓦油 換上那個煞車油 如各位觀眾們對我們有意見時 我都很想知道大家對自己的車是用甚麼油 因為我們多數都是用Moto 300V 機油 以及SRF Black油 其實對於這些來說都不便宜 我覺得這些東西 很反映出你車主是否喜歡這部車 你可以說很疼愛這部車 我只放在這裏不動或是停不停 其實你都要換油 你不換油的話 這部車是不健康的 可行嗎 那時我們第一次煞車都煞車了兩萬多元 對於一部下載20萬的車來說是十分一的價錢 我不希望大家再說我們不疼愛這部車 因為我對於每一部車的愛則是平等的 只是在不同情況之下不同的功用 我對EVO 的愛與 Tracer 一樣 我也是會這樣駕駛 我駕駛它的方向不停 我不會 Tracer 便宜點 我只是撞的 如果你在20 這樣衝入突氣的角度 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也會傷到一部車 我是不會的 你說洗不洗車 其實兩部車都是這樣洗的 這部就算Evo 做了 Coating Tracer 沒做 Coating 其實我都是來不來洗車 我這些很懶不去找 Michael 洗車的人 我現在都是沒有洗車的 你看到我一直的 Tracer 現在的狀態比Evo 更乾淨 我覺得這段說話是對我自己的留言 對那天劉國賢的觀眾 或者有甚麼想法的觀眾說 我覺得你不能以自己玩車的心態去看別人怎樣玩車 例如在Facebook 群組別人改一部車 用淘寶尾翼 這是他們的事 他們不追求安全或是不追求Authentic 他們不追求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們開心就行了 每個人有玩車的不同理念 我們是絕對疼愛這些車 關於Mecan 就先到這裡 關於我對於Tracer 的回應也先到這裡 我現在去買一飲 因為已經趕到後光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按讚這段影片 我也想看能否戰勝這個演算法 看看能否有甚麼分別 還有大家留言 你們覺得 你駕駛最差的輪圍是甚麼車 還有你對於愛車的準則 有甚麼呢 還有就是如果我們搞訂閱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興趣呢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都可能回去睡覺了 還記得訂閱這頻道 拜拜 拜拜